很久之前就介紹過荃灣的寵物公園 今天會帶著Taddy和Coffee 由這個連駐荃灣寵物公園的荃灣海濱長廊 起點零米 開始走去深井那邊 現在12點40分 我們就開始一直沿著海走去深井 不知道去到那邊是走了多少米呢 這條路是非常適合帶小狗走 因為沿路也是平路 也不需要走樓梯的 去每500米 就會有一塊牌子告訴你走了多少 新裝修之後的荃灣海濱長廊 多漂亮 沿路還看到很多芒草 出了這個荃灣海濱長廊之後 一直沿著丁九橋 再向青馬大橋那邊走過去 就會到深井 去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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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路都有很多小沙灘 我們找到一條路可以下沙灘玩 去哪邊 去哪邊 Eight Sabi 我要怎麼洗手呢 楊愛 經過藍山游泳會之後 就要準備走過去對面的花路 在對面 有红叶啊 这里 红叶啊 5公里了 现在走了多少米呢 哇 4千米而已 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条路 海闪闪岭的 这段是我最喜欢的那段路 看到加洞面包啦 耶耶耶 现在的时间是两点半钟左右 我们沿途有休息一下 喝一下水 吃一下水果 拍照 大概两个小时就可以 所以由荃湾海斌长廊走到来深井啦 哇 被人猜花了 终点5500米 今次这条路线都很不错的 又看到芒草啦 又看到小两红叶啦 又下了沙滩玩啦 而且呢 沿路都是看着海景走的 那最好走的时间呢 其实是黄昏 我们之前走过的 好帅啊 Coffee 好帅啊 甜点 深井这里大部分的餐厅 都有室外位 可以带狗狗的 那当然不少得 最出名的烧鵝啦 我们就选了吃这间 富技烧鵝饭店 烧鵝腿的样子 好残忍啊 情依是不是 Happy New Year 多谢你收看我们的短片 看完呢 麻烦你 希望你可以多一个Like 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按下隔壁的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 拜拜